他的高低杠成套 有两串连接 其中最长的一串 是由四个 由转体 由空翻 由换杠来构成 直接跳上高杠 A类的上法 第一串连接 特塔切夫腾越 接金格尔空翻 飞行连接0.2 反握向前大回环 单臂360乘扭 扭臂大回环 单臂360乘反 躯体叶格尔空翻 接瓢空翻 这个长连接 登杠回环180至高杠 后团两分三百六下 卢玉飞 在他比赛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刚才这套动作 放在奥运会上该多好 卢玉飞是没有比过 市井赛直接就凭借着 在今年的全井赛中 获得个人权能冠军 然后踏上了奥运会的征程 但是在奥运会的比赛中 他的高低杠比赛很可惜 以他的这种能力 还有他的完成质量 是完全上领奖台 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看到 刚才说的这个长连接 它是有转体连接 混合连接 还有飞行连接 这么的长串 而且同时还满足了 编排要求的134 编排要求必须全部满足 才能挣到2.0的编排分 它刚才的承传是4个翼 两个是转体 一个是空翻 一个是换杠 剩下的全部是地 就再来4个地 他就没有其他的那种简单动作 被击入8个最高难度了 所以他的编排是非常的紧凑高效 难度价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